在這個半局 除了說被陳凱倫敲出二兩打 是蠻強勁的飛球之外 那楊瑞誠也是滾地球 戴培隆其實也是敲出滾地球 這一球打擊出去 找上了左半邊轉手 哎唷 又掉出來了 掉出來了 所以這一分應該是要回來 那感覺蠻可惜的 黃敬偉 感覺最後在接的時候有點 這個動作有點尷尬 對 那你再來看一下會判安打還是失誤啊 應該判失誤的機率比較低 因為這顆球其實在處理上來講的話 是有一點點小難度 不管怎麼樣 蠻可惜是跑回這場比賽的第一分 1比0 再來看一下最後 第一時間如果接到的話是進手套沒有問題 但是他最主要是要翻的時候球去掉了下來 他並不是所謂的第二動作 其實是有撈進去 對 但是 沒有接得很妥當 最後其實有從手套那邊滑出 看完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按一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幫我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囉 賣咖啡運動頻道 感謝你的支持